放在单词里,请大家跟我读 我们这课需要学习的最后一个原因因素 是原因O 发这个原因O的时候 舌尖要离开下尺 舌面略微向硬额抬起 开口度比A要大一点 但同时双唇要突出成圆形 这同样是一个圆唇圆音 请大家跟我读 放在单词里面 请大家跟我读 我们这课要学习的第一个辅音音素 是辅音N N是一个低腮辅音 发音方法 舌尖要抵上尺和尺音 软膜下降 气流在口腔中完全受阻 由鼻腔外出 声带同时要震动 请大家跟我读 N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N NAS NAS NAN 我们在这一课学习的第二个辅音 是辅音V V 发辅音V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学过的辅音V 类似 上尺也是要抵着下嘴唇的 能气流从上尺与嘴唇之间摩擦出来 声带震动 这是一个着辅音 请大家跟我读V V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V Voas Vive 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辅音 下一个辅音是卷舌音 S 发这个音的时候 希望大家注意 舌尖抬向上尺音的稍后部分 也就是说舌头卷起来 那么气流出来的时候 由舌尖与上尺的稍后部分摩擦出来 请大家跟我读 S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 Shen A S S 我们这一刻需要学习的最后一个辅音 是辅音Z 这个Z是一个着辅音 发音方法 舌尖要抵着下门尺 上下牙床靠拢 也就是说 发Z的时候 跟我们之前学过的Z 口腔的形状是类似的 只不过Z 是跟Z对应的一个着辅音 也就是说 发音的时候 声带要强烈的震动 请大家跟我读 Z Z 放在单词里 请大家跟我读一遍 Gaz Gaz Nizi Huz Azure 好 这一刻需要学习的音速 我们都已经结束了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一刻需要学习哪些语音知识 这一刻需要学习的第一个语音知识 叫做连音 连音跟我们上一刻学过的语音知识 连诵 之间是有关系的 但是连音跟连诵的区别在于 连诵之中的两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词尾的辅音字母是不发音的 而如果第一个单词词尾 是一个发音的辅音字母 或者是一个真正的辅音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下 跟后面一个单词的词首的连音 合成一个音节 设计叫做连音 例如这句话 Electrances 在这句话里面的第一个单词 L是以辅音结尾的 而这个辅音本来就是要发音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跟后面的原音 I连在一起 变成L 这就叫做连音了 我们在这一刻要学习的第二个语音知识 是字母ash的发音方法 实际上在法语里面 字母ash它永远都是不发音的 但是ash这个字母出现在词首的时候 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叫做亚音ash 亚音ash的特点是前面的单词 和后面的亚音ash开头的单词之间 需要省音 需要连诵 例如我们以前学过 er这个单词 它词首的ash就是一个亚音ash 那么当前面加上贯词 la的时候 la和er之间是需要省音 变成ler 如果前面加的不是贯词la 而是数字de的话 de后面本来不发音的这个字母x 跟er就需要进行连诵 我们读出来就变成了dezer 除了亚音ash之外 还有一种ash叫做虚音ash 虚音ash跟亚音ash同样不发音 希望大家注意的是 虚音ash跟前面的单词之间 是不能够省音 也不能够连诵的 例如 eho这个单词 它开头的ash就是一个虚音ash 那么eho前面加上定贯词la的时候 只能说la eho 之间是不能省音 不能说leho的 如果前面加的不是定贯词la 而是数字tua的话 tua eho之间是不能够连诵的 不能读成tua字heho 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我们怎么来判断 一个ash到底是虚音ash 还是亚音ash呢 如果我们碰到生词的话 从这个词本身 是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 碰到这种情况 我们只能通过查字点 那么在词点里面 虚音ash开头的名词 前面一般带一个星号 而亚音ash开头的名词前面 就没有这个星号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本课的 Flash东话 中文字幕下词 J'ai du mal à parler et à comprendre Travaillez bien Un proverbe dit Petit à petit, l'oiseau fait son nuit Travaillez bien 如果加上说话的内容 谈论什么事情 这种情况下 parler后面要加这次de 下面我们看下一个动词 下一个动词是动词apprendre apprendre这个动词的意义是学习 例如我们刚才在课文里面见到 apprendre le français apprendre le français就是学法语 那么apprendre这个动词后面 如果加上学习的某一种科目的话 这种语言或者这种科目 一定是要加定管词的 例如apprendre le français apprendre l'italien apprendre l'anglais 等等 下面是一个词 depuis depuis是一个表示时间的词 depuis的意思是 自从什么什么以来 就像在词 对于是 词 的地方